整个环境我先介绍一下 那你的教室里面 左边这个地方是你的教室的名称 你的教室名称 那你点一下它可以出现QR Code 那这个QR Code是为了跟学生互动的时候使用 所以如果你是在班上的话 如果你在班上呢 你学生都有平板 你可以用这一个QR Code 让他们去加入你的课程 那远距也是一样 远距的时候 一样可以让学生用手机平板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登录你的课跟你做互动 然后呢 这边左下角这个地方 背景管理是你的白板 你的白板的一些背景 比如说你上音乐课就要无线谱 上英文课要有那个三条线可以写字母的 它都里面都可以切换 这里面都可以去做切换 可以去选你要的长相的黑板 或者是单一的颜色这样 那这里面 这个是他们公司帮大家做的一些原创的黑板 所以你可以看你的需求去选用 好 那所以这个是黑板的部分 然后另外这一个叫做参与模式 这个参与模式一般来讲是 如果用电脑怎么扫QR Code 如果用电脑的时候 不用扫QR Code 你的刚刚那个地方 有一个网址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叫学生 你把这个网址给学生就好 上面这个网址 那我的习惯是 因为这个网址会是固定的 那像我自己是管网页的 我就直接会在那个 我的网页的某一个连结 把它做进去 那学生只要去点这个地方就可以 或者你在Classroom里面去传送这个连结 好 所以这个是提供 那个互动的连结的部分 好 那所以刚刚讲这个参与模式 这个用途并不是远距使用 参与模式是在课堂里面 学生都在教室 然后你可能有那个分组 你有分组 比如说你要叫他们 你出了一个题目 要叫他们上来写黑板 那你如果分三组 这边就把它分三等份 那学生就可以在上面 直接作答 那如果有三个同学 如果有三个同学 是三个人都可以直接 直接去使用 那这个要看你的触控荧幕 可以支援几个输入 那一般比较进阶的触控荧幕 都一次可以十个人 好 所以你就可以最多可以分成十块 好 他这个是可以自由分几块这样 好 好 所以这个是在教室的情境 我们会用这一个 好 那现在远距的情境 我们就都来讲这一边 好 这边有两个主要的 主要的那个功能表 我们平常上课大部分就是用到这两个 好 然后其中呢 做教材呢 大部分是用掉这一条 你要设计教材 要把你的东西做进去 这个他这个是有点像那个简报 有点像简报 他可以把它做成 他的专属的格式的档案 变成一个教材档案 然后你可以存起来 需要的时候再教出来用 好 那所以制作部分就会使用右边这些东西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 有点像那个 PPT的简报的控制 简报的控制 所以你的黑板不止一张 黑板不止一张 你可以在这边加 第二张 第二张 加第三张 然后这个就可以往前 假设我在 假设我在第一张写个一 然后到第二张我写个二 然后第三 这是第三张我写个三 然后第四张我写个四 那你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用那个 上下左右去切换你现在的 现在看到的是第几张简报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简报一样的去使用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控制简报的部分 那 这一个 这一个是切换模式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叫做编辑模式 那编辑模式 我可以在上面做教材 做一些物件的修改 那可是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切换到播放模式 这个叫播放模式 那播放模式就是那个上面的东西是不能改 只能操作 只能操作 所以你要回到编辑模式 就再把它切回来就好 那至于这个十字的简头 这个是移动位置 所以你这个工具列想要放哪里 就可以拉着这个东西去安排它的位置 这个是简报模式 这个地方先给各位30秒钟操作一下 老师你刚刚说那个简报模式 就是那个有一个绿色黑板那个小人 然后那个跟那个什么播放模式 那就是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学生再看老师 老师该使用上有什么不一样 好 现在就比这个等一下 我们其实上课实例会讲到 就是说我如果现在这有一个小人 那他这个按钮是意思是说 你如果按下去 他会切换到简报模式 那所以相对来说 现在是编辑模式 那编辑模式你可以针对这上面的 这上面的所有物件去做一些设定处理 那所以可以做修改 修改你的简报的内容 修改你的制作东西的互动东西的内容 那但是如果你切换到简报模式的时候 这时候是说你教材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是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互动 那所以你当然不希望这个东西被改掉 对不对 这是做好的东西 那所以学生就只能操作 他就只能操作 就不能做编辑的动作 这个叫做简报模式 所以你要回去做修改 你就要切回编辑模式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好 好